你好,欢迎来到致富读书会 今天我要给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羞耻感》 在这本书中,作者带我们全面认识羞耻感 告诉我们什么是羞耻感 教我们区分健康的羞耻感和过度的羞耻感 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才能治愈过度的羞耻感 本书作者罗纳德·波特·埃夫隆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硕士 临床心理学治疗师 另一个作者帕特利·夏波特·埃夫隆是一位家庭心理治疗师 主要帮助那些被药物依赖困扰的家庭 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为你解读本书 第一,什么是羞耻感? 过度羞耻有哪些表现? 第二,羞耻感是如何产生的? 第三,我们应该如何治愈羞耻感?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方面 什么是羞耻感以及过度羞耻有哪些表现? 羞耻感是一种令人痛苦的信念 它让人相信 自己生而为人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 人在感到羞耻的时候 脑海里会出现负面想法 比如 我有缺陷 我不够优秀 没人要 活该被抛弃 还会出现生理反应和逃避行为 比如不自觉地放慢语速 脸红心跳 东张西望 但一般情况下 这些不舒服感受都是暂时的 人们很快会从羞耻感中走出来 而且适度的羞耻感是有好处的 它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活出现了一些问题 需要我们去着手解决 羞耻感可以让我们仔细审视自己 看看自己有哪些缺点 还能帮我们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缺乏羞耻感的人很难理解别人 也不理解人际交往的界限 他们觉得自己是宇宙中心 很难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 然而过度的羞耻感 却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它会让人陷入自我厌恶 出现自我忽视 自我虐待 甚至自我破坏 陷入过度羞耻的人 可能会忽略自己的需求 比如 拒绝吃健康的食物 拒绝看医生 或者完全不顾自己的衣着打扮 他们还有可能出现一些上瘾行为 比如酗酒 吸毒等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陷入过度羞耻感 主要通过三个表现 第一个表现是羞耻感的持续时间长 当我们因为一些事情感到羞耻时 正常情况下这种感觉很短暂 我们很快会冷静下来 告诉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但陷入过度羞耻感的人 认为羞耻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永久状态 而且充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论自己做什么 这种羞耻感都挥之不去 陷入过度羞耻感的第二表现 是看问题的角度很极端 对于一般人来说 羞耻感虽然痛苦 但它会伴随一些正面价值 比如我们会很难受 但也会提醒自己 是不是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怎么能让别人更加信任自己 但是陷入过度羞耻感的人 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有缺陷的 所以习惯把所有不好的事都归结为我不配 一点点细微的羞耻感 都会触发他们内心的负面感受 他们会回忆自己犯过的种种错误 然后放大这种羞耻 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最后完全沉浸在痛苦里 比如 过节忘记打电话给父母 一般人会想我 下次得把它记在手机里 免得又忘了带一个陷入 过度羞耻的人 却会觉得 我怎么那么笨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简直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过度羞耻的第三个表现是逃避 一般人感到羞耻的时候 都会出现否认或者逃避行为 但他们不会深陷其中 而是会反思 并且采取积极的行动 改善自己 而陷入过度羞耻感的人 却完全不去面对 他们会采取各种各样的策略 逃避羞耻感 严重的还有可能陷入麻痹 出现经历衰退 甚至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 常见的逃避策略包括否认回避 暴怒 傲慢 炫耀 和完美主义 否认很好理解 就是完全不承认自己的羞耻感 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比如酗酒的人经常不承认自己喝醉了 回避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避免被别人批评 他们干脆拒绝交流 比如有的人小时候被同学嘲笑 长大以后就拒绝参加一切社交活动 除此之外 陷入过度羞耻的人 还有可能表现出暴怒 傲慢或者炫耀 他们通过愤怒或者拔高自己的位置 警告别人不要靠近 以此避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羞耻感 比如有些人对自己的外貌很在意 只要听到别人说 你今天这个衣服有点不合身 他们就会变得很愤怒 或者反驳对方毫无审美 还有些时候 他们会表现出完美主义 对自己要求极为苛刻 认为只要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 就是可耻的 好了 说完了什么是羞耻感 以及过度羞耻的表现 我们来说说这本书的第二个方面 羞耻感是如何产生的 羞耻感主要有五个来源 分别是生物学因素 家庭因素 人际关系 社会文化因素 和自我羞辱 第一个因素是生物学因素 科学家发现 孩子产生羞耻感的能力 天生就各有不同 有些婴儿受遗传的影响 天生就对羞耻的感觉更敏感些 也就更容易产生不健康的羞耻感 羞耻感产生的第二个因素 是家庭因素 刚出生的时候 孩子无法区分自己和别人 两岁左右他们会开始意识到 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也会在心理上经历和父母的分离 这个时候 父母不恰当的养育方式 会让孩子产生羞耻感 比如 有些父母忙于工作 没时间陪孩子 或者经常无法兑现对孩子的承诺 孩子就会感到挫败 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不值得别人关注 还有些父母过度保护孩子 不让孩子自己一个人做事 虽然出于好意 却破坏了孩子的自主意识 让他们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好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父母的言行举止 也会不断影响孩子的自我价值感 比如 有些父母 对孩子过于挑剔 总喜欢说你不如别人好 或者经常威胁孩子 如果你不听话 我就不要你了 这些话 都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有缺陷 从而产生深深的羞耻感 还有些父母 本身就是自卑的 他们认为自己是失败的典型 赚不到钱 无法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 自我价值感通常也很低 也很容易变成羞耻感的受害者 羞耻感的第三个来源 是人际关系 很多人陷入充满羞耻感的关系里 他们每天都被羞辱 比如总被老板批评做得不好 被伴侣指责 让人不满意 一个人遭受的侮辱越多 自我价值越会受到威胁 久而久之 就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了 这种充满羞耻感的关系 可能是单向的或者双向的 有时掌握权力的一方 会通过羞辱别人获得权力 有时双方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 会彼此羞辱 比如有些强势的丈夫 会不停批评或者嘲笑自己的妻子 还有夫妻互相看不起对方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 只要一段关系 以羞耻感为中心 关系里的每个人都会 成为羞耻感的受害者 羞耻感的第四个来源 是我们的社会文化 有些社会文化会无意之中 会加剧羞耻感 比如 社会中的偏见和歧视 会让老人女性这类弱势群体 备受打击 让她们怀疑自己的价值 继而产生羞耻感 再比如过度追求成功的社会文化 会让人们产生攀比心 并且陷入残酷的竞争 有的人极力要求自己做得比别人好 哪怕已经很成功 也不会感到骄傲和自豪 反而总是担心自己不如别人 同样 过于注重外表和形象的社会文化 也容易产生羞耻感 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为了赢得认同 会变得小心翼翼 害怕在别人面前展现真实的自己 比如 有的人会迎合大众审美 把自己整成网红脸 还有些人会压抑自己 让自己的言谈举止 都不会显得特立独行 比如在传统中国家庭里 都是男主外女主内 妻子的职责 就是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所以很多女性为了维护自己好妻子的形象 会选择放弃事业 可是这样伪装生活会让人忘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也就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 羞耻感的第五个来源是自我羞辱 被羞耻感困扰的人会用羞耻感来攻击自己 他们总是盯着自己的失败和不足 觉得自己有缺陷 久而久之 自我羞辱变成一种惯性 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 他们都觉得是在验证自己的一无是处 这些负面的想法加剧了羞耻感 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恶性循环 最初因为某件事我们感觉羞耻 然后就开始停不下来 总是想着自己的尴尬失败和耻辱 甚至用各种极端的字眼形容自己 比如我是个傻子 笨蛋 这种自我憎恨又加剧了羞耻感 羞耻感让人痛苦 但却不是一种永久状态 只要给予足够的耐心 每个人都能治愈羞耻感的创伤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 我们应该如何治愈羞耻感 作者认为治愈羞耻感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理解阶段和行动阶段 这两个阶段相辅相成 如果没有充分理解 行动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毫无重点 如果没有行动 理解也无法真正改变生活状况 我们先说理解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给予自己足够的耐心 羞耻感造成的创伤是深刻而持久的 所以想要治愈羞耻感就要有耐心 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尽快从羞耻感中解脱 但是急于摆脱羞耻感 我们就更容易指责自己 陷入自我怀疑 从而加重了羞耻感 至于羞耻感 本来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出现反复也很正常 可能某一天你感觉好极了 觉得自己充满信心 但第二天又不好了 第三天更糟了 但经过几个月或者几年的努力 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尊重和欣赏自己 理解羞耻感的第二件事 是要充分认识羞耻感 具体来说 就是观察自己对羞耻感的反应 并且研究羞耻感的来源 人在感到羞耻的时候 身体会发出信号 比如脸红低头 突然之间失去活力 头脑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想法 比如 我不行 我不够好等等 为了逃避羞耻的感觉 还会采取一些防御策略 比如 把自己孤立起来 和别人隔离 对别人发怒傲慢 或者过度挑剔 通过细心观察 你会知道 自己在感到羞耻的时候 有什么反应 接下来 就是研究羞耻感是哪里来的 我们之前提到过羞耻感 有五种来源 梳理这些来源 了解自己的羞耻感 到底来自哪里 才能对症下药 举个例子 一个年轻人 总是担心自己做错事 尽管工作已经完成得不错 他也觉得不够好 老板或者同事给他提建议 他就觉得别人看不起他 后来他花了一些时间 思考后发现 别人对他的评价 触发了他心中 长久以来的羞耻感 而这种羞耻感 其实来自于童年 小时候妈妈 对他要求很高 经常批评 他做得不够好 想要了解羞耻感的来源 你可以在一张纸上 列出你曾经收到的羞辱信号 比如你不够好 你不值得被爱 你不属于这里 然后想想这些信号来自哪里 是来自伴侣 父母 孩子 朋友 同事 还是社会舆论 你自己的头脑里 会不会不时冒出一些 自我羞辱的话 比如 我什么都做不好 根本没人在乎我 只有明白羞耻感的根源 我们才能着手改变 现在的处境 理解羞耻感的第三件事 是接纳羞耻感 厌恶 痛恨和羞耻感战斗 都无法把他赶走 我们只有接纳他的存在 才能和他和平共处 并且试着采取措施改变 比如 当你发现自己的羞耻感 是因为小时候同学嘲笑你 或者老师说了一些 让你难堪的话 你要允许自己为此感到悲伤 这有助于你放下过去 理解了羞耻感 下一步我们就要采取行动来 治愈羞耻感 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获得帮助 孤立是羞耻感的一种常见反应 一个人越是感到羞耻 越会把自己孤立起来 可是大部分羞耻感 产生于人际关系中 如果我们可以走出孤独 开始和别人交流 并且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就更有可能治愈羞耻感 深陷羞耻中的人 可以尝试在一种安全的环境下 像值得信赖的人 展现自己的羞耻感 当别人看到你的羞耻感 并且选择包容的时候 你就会渐渐重新获得信心 发现自己其实没那么糟糕 这个倾诉对象的挑选很重要 首先他应该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不会随便泄露你的隐私 其次他可以和你分担痛苦和脆弱 不会评判你的羞耻感 至于羞耻感的第二步行动 是挑战羞耻感 挑战羞耻感并不是攻击羞耻感 而是审视自己的羞耻感 勇敢坚定地和羞耻感对话 改变羞耻感带来的那些 负面想法和感受 继而摆脱羞耻感的控制 举个例子 如果你的另一半经常指责你 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内心充满羞耻感 想要摆脱这种感觉 你就要练习否定自己过去的信念 并且改变 自己对这种羞耻感的反应 比如 你可以在感到羞耻的时候告诉自己 我承认羞耻感是我的一部分 但我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差劲 我有自己的价值 也值得别人的尊重和爱 至于羞耻感的第三步行动 是设立并执行积极的目标 至于羞耻感的核心 不是彻底消灭羞耻感 而是把痛苦的羞耻感 转变成积极的行动 这就需要我们确定积极的目标 用自我价值感替代羞耻感 积极的人生目标应该遵循四个原则 人性 谦逊 自主和能力 人性原则指的是 人生来就是值得被尊重被爱的 每个人天生就有权利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员 享受幸福快乐的生活 而不是只有成功或者优秀的人才有这样的权利 你可以给自己设定目标 学会尊重自己 欣赏自己 谦逊原则指的是 人人都是平等的 我们既没有必要 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好 也不要指高气扬地鄙视别人 符合谦逊原则的目标 包括 学会接受别人的关注和赞美 或者学习尊重别人 改掉讽刺挖苦别人的习惯 自主原则指的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确定 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独立自主的生活 意味着我们拥有自由选择权 而无需取悦别人 也不必担心被抛弃 能力原则 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足够好 都能在这个世界中体现自己的价值 我们不必要求自己尽善尽美 偶尔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并不代表我们一无是处 相反是我们可以进步的机会 如何定律属于自己的积极目标 作者提到一个方法 你可以拿出四张纸 在每张纸的上方分别写下四个标题 人性 谦逊 自主 能力 然后列出使你远离这条原则的想法和行为 比如你经常把自己想象得很失败 这就违反了能力的原则 或者你总是让别人为你做决定 这就违反了自主的原则 接下来问问自己 想要改变每一项你需要做什么 把答案写在旁边 比如 如果你违反了人性原则 经常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那就用 我可以把事情做好的想法替换 如果你经常自我谴责 觉得没有人真的爱我 那就把想法转变成我很可爱 如果你违反了自主原则 那么就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清晰的界限 并且适当拒绝 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当别人在提出要求的时候 不再有求必应 而是温和地拒绝 比如你可以跟对方说 我也希望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 如果你希望自己不要对自己太苛刻 那么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 每天记录自己完成的三件小事 这三件事只要完成就行 无需做到很完美 或者你还可以在纸上记录下一些能鼓励自己的话 比如 我今天认真给自己做了一顿饭 我对自己很满意 我今天成功早起了一个小时 我感觉棒极了 定立好了目标后就进入了执行阶段 如何实现这些积极的目标 作者给出两个小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角色代入 把自己想象成你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代入他们的角色 如果你的目标是信任自己 那么你就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充满自信的成功人士 想想这些人平时有什么表现 怎么说话做事 美国匿名借酒协会曾经使用过这个方法 他们让那些借酒决心不足的人假装已经开始借酒 然后尝试像一个开始借酒的人一样参加借酒协会的活动 减少喝酒次数 渐渐的 那些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借酒的人 也有一大部分成功借酒了 执行积极目标的第二个方法是每天选择一两件小事 尝试做出一些改变 例如下次再有人对你不尊重的时候 你可以勇敢地反抗说 我不是那样的人 不要这么说我 这样的挑战需要持续不断地反复进行 才能让对方做出改变 一旦别人知道你坚持要求宫廷和尊重 他们也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对于那些依然不停羞辱你的人 你可以选择远离或者减少接触的机会 如果不得不接触 也可以想办法降低他们羞辱你的可能性 比如参加聚会的时候 找个好朋友一直陪在你身边 这样一来 那些经常对你出言不逊的人 为了面子也会有所收敛 至于羞耻感的第四步行动 是经常审视你的进展 已经形成习惯的羞耻感很难改变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治愈羞耻感了 但他还是会悄悄前回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经常审视自己的进度 或者找一个有同样问题的朋友互相审视 审视的频率至少一个月一次 然后要做一个总结 总结要尽可能具体 问问自己这段时间都做了些什么 把自己的羞耻感告诉了谁 是不是又想着自己比别人高级或者低级 有没有把自己当成生活的受害者等等 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帮我们审视进度 也是在提醒我们用自我关怀 和对他人的尊重来替代羞耻感 说到这里 《羞耻感》这本书就给你介绍得差不多了 羞耻感是一种令人痛苦的信念 它让人相信自己生而为人 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 人在感到羞耻的时候 脑海里会出现负面想法 还会出现生理反应 和逃避行为 生物学因素 家庭因素 人际关系 社会文化因素和自我羞辱 这五个因素会导致羞耻感的产生 要治愈羞耻感 我们首先要学会理解和充分认识羞耻感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获得帮助挑战羞耻感 设立并执行积极的目标 以及经常审视进度 这四个步骤来在行动上克服羞耻感 羞耻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体验 当我们学会换个角度来看待它 不再陷入过度的羞耻感 我们也将更好地认识自己 认识到我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好 羞耻感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 恭喜你又听完一本书 欢迎订阅致富读书会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